大家好,我是张老师,今天我要做第八课美中华语的课文 好,我们先从一开始这个课文开始做 来课文听一听明明的铺埋 我要开始咯 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按Preset这一页 好,明明的铺埋 大家听一下 明明的铺埋是一个可爱的小房子 好,房子这个字注意 房子 房子就跟你的家一样 你的家就是一个房子 小房间有黑色的烟囱 烟囱 红色的门和两个方方的窗户 方方的就是正方形的意思 窗户 window 窗户 明明常常把他的零用钱从烟囱放进小房子里 有一天小房子的钱满了 货买了 明明把门打开 明明开心的说 哇,好多钱啊 小房子里有许多十分 两毛五分和一元的意义币 十分是债 两毛五分是quarter 一元 大家就不用说了吧 明明数了半天才数完 明明跟妈妈说 妈妈,这里一共有二十一块钱 我想把这些钱存进银行 存进银行 deposit 存进银行 好吗 那大家看得出来银行是什么,对吧 老师就不解释了 再看下一页 妈妈说什么呢 妈妈说 好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吧 明明说 妈妈,谢谢你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第一个生字 来看户 跟我说户户户 窗户的户 看一下 窗户 大家知道 window窗户 户头就是你的account 就是说 我的妈妈去银行 开一个户头 open an account 户头 所以户头这个比较难 大家想一想户头就是account 再来 手举起来 我们要练习写咯 一二三四 字化户这个字 下一个字方 好,课本的内容是方方的 方方的就是square shaped 方方的 这个方也是方老师的方 正方形的方 方向的方 direction 方向 好 北方 东方 北方 西方 南方 东阳 西北方 这是方向 接下来 方位 刚刚我们手举起来 准备咯 一二三四 好 再一次哦 一二三四 方老师的方 房子的房 房子的房 铺满是一个房子 房子的房 好 房子的房 房间的房 也是书房的房 这三个字 我们都学过很多次了 不再解释 手举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话 再修 练习一次 手举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房这个字 八话 下一个字 烟囱的葱 烟囱就是Chemney 烟囱 圣诞老人从烟囱爬进来了 烟囱 say with me 说烟囱 好 准备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再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总共七话 下一个字 窗 窗户的窗 大家要注意到 窗户的窗 就是上面一个雪 下面一个烟囱的葱 你看到吗 是同个字 窗户就是window 车窗就是window 好 因为车子的窗户 看到吗 窗帘这个字 我特别指示一下 窗户旁边的帘子 帘子 所以叫窗帘 curtain 窗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二话 下一个字 钱 这个字我就不猜说 我们学校是不是常常换钱 小朋友记得 老师常常发钱 然后你就换钱 对不对 我们每天自由时间都会换钱 所以这个字 你应该很厉害的 零用钱 蛮复杂的 我学一下 零用钱是allow allowance 零用钱 花钱就是spend money 花钱的花这个字 不是一朵花的花 花钱的花的动词是spend 花钱 今天我花了很多钱 所以我没钱了 花钱 我们每个星期五买东西 都会花很多钱 对不对 我们来练习这个字哦 手举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这个字笔花很多 对不对 钱 存钱的钱 好 这个字打 太简单了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回到第八课 八之一 很累教我完后 再做这个字 来跟我说一次说打 打 打篮球的打 打开的打 在这里是打开 明明他把铺满打开 因为他的铺满已经满了货 所以他把它打开 明明就有很多钱 打字这个字是type的动词 type 打字 在上面有一个打字机用来打字的打 把门打开的打 打电话的打 打发呼的打 也是打球的打 所以打这个字在中文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大家要注意哦 那现在我们来练习打电话 打电话是make a phone call 对不对 打招呼是stay hi 打球是play basketball or play soccer or play 所以不同的打有各个不同的字 练习一下这个字好吗 打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这就是目前所有的单字 谢谢大家